但是另一头很奇怪到是瑞士 瑞士怎么搞突然又中立起来 瑞士本来就很中立 但是打了个半天被美国要挟之后 他就去冻结了这个俄罗斯的一些资产 当时这个舆论哗然 让很多这个中东的富豪赶快把钱撤出来 因为发现中立的瑞士竟然不中立了 但是现在不中立的瑞士又中立了 他跑去解冻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资产 这事让大家有点看不太懂 好像绕口令一样 张将军怎么看 我看这个就是美国支援乌克兰的 布兰德雷的步兵战争 这算是一个轻型的 因为它只有25到27公吨 为什么因为它比较敏捷比较快速 因为这样的话机动性会比较强 毕竟现在整个的战况乌克兰居下风 乌克兰居下风的话 你如果再不给它这些乌克兰 再给它这些战甲车的话 它伤亡会更惨重 那现在希望能够再 最起码要撑到11月 不管怎么讲 绝对不能让乌克兰向俄罗斯投降 但是这个战车上场的话 它只能守住是不是 它有反攻的能力吗 不要那么快 反攻的话 完全不可能 非常有限了 现在乌克兰整个状况是已经 我们不要讲说急转直下 整个的利害转换线是不利的一方是在乌克兰嘛 那你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守住 拿这个守住时间 守住就不错了 要守住 至少撑到10月 最起码不能投降 你如果投降的话 拜登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选 那这是很清楚的 连续的选举的话 不只是麻生太郎去找川普了 更多人去找川普了 这个状况就知道了 那大家都跑过去了 现在乌克兰是为了拜登而战 对 是这个样子 一定要撑住 最起码撑到11月 这很清楚嘛 那为什么4月24号 因为刚刚拜登才签署 这我们讲950亿 950亿608亿4千万美元 608亿4千万美元 给他过去嘛 那赞车先过去嘛 炮弹也先过去 是这个样子 要有钱才有武器啊 但是给的毕竟有限 因为有200亿啊 就是已经先给了 对 这个稍后我们来谈 但你看到乌克兰最近 因为俄罗斯最近 也是不断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嘛 电厂啊等等 那美国防长已经警告他 不要再去打俄罗斯的炼油厂 他还是打为什么 这我们可以知道 这乌克兰为什么要去打这些 让大家引起国际的注意啊 不是光我乌克兰啊 我压力那么大 你们赶快帮助我啊 不然我就打他的这个炼油厂 来引起大家的注意啊 希望他再赶快来帮助我啊 他也在勒索美国 他就有点把这个战场啊 你不支持我 我就去打他油厂 再不支持我就投降 对 你们如果不帮助我 那我就打他油厂啊 你们帮助我 那我就不打他油厂 就是变成这个状况 而且他知道他的广布电塔 被整个被在那个 这个我们叫哈尔科夫啊 整个被就被拦腰炸断了嘛 因为他说你上面有防空通信网在上面 你看这个态势哈尔科夫 俄罗斯拿得下吗 不是拿得下跟拿不下的问题 就问题就是说 乌克兰在这个状况 就算是哈尔科夫 就算是留在乌克兰手上 也都是断被残缘啊 乌克兰他的哈尔科夫是第二大城 但是不要忘了他是重工业 基辅他是第一大城 但是他是政经中心 政治管政治经济的 但是哈尔科夫他重工业 他如果没有哈尔科夫将来怎么办 他的重工业都没有了 那是这个状况 而且哈尔科夫就在 就在俄罗斯的附近 现在就是说俄罗斯如果 把哈尔科夫占了一部分 那将来大家来谈判嘛 现在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整个的状况来看 乌克兰陷于被动的态势 被动 然后现在的火炮 火炮给他补足 我们可以看到 火炮在1000如果是打5000发火炮 一天只有1440分钟 你每一分钟都有五个火炮在那边 这个爆炸 那双方是 那10就是 每一分钟你五枚我五枚 十枚是在乌克兰爆炸 你看乌克兰多惨 这火炮现在不是那种 我们讲到的迫及炮 都是那自走炮 那个都很大的 都是五寸炮 都五寸都好大的口径 都彼此在轰来轰去 155就是五寸嘛 因为155公分 15.5公分就是五寸 因为每一个英寸 是2.54公分 一寸就知道 两个是一样 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 你整个都在 对所以难怪了 我们现在看到 所有乌克兰的画面 除了那个火光之外 其他全部都黑白的 都是这样子 等于说把这个整个国家 打成了黑白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地雷 到处是地雷 那不知道布置 布置的布置 放了几十万还是上晚半的地雷 最近有个消息 说俄罗斯的步兵队 目前正在轻地雷 背着我们要开辟一个通道 可能最慢最快五月 最慢六月 要开始进行大反攻 好那我也问一下 这个愿老师 你怎么看待这个瑞士 突然之间又中立起来 我觉得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讲钱 就叫做credit 这个法文一样了 瑞士银行的 比如说瑞士信托 叫Lakity Swiss 这意思就是说是 我们这个银行 本身管的就是我们的信用 对不对 所以说对银行来讲的话 信用特别重要 尤其是对于我们非常讲求 言诺以及契约的这种文化来讲的话 你做生意的人言而无信的话 你根本都不要做了 有一次你就完蛋了 结束了 那我觉得呢 这次说句良心话 瑞士放弃了大概有上百年的 中立国家的历史的传统 居然会配合美国 要没收俄罗斯在瑞士的存款 的这件事情来讲 对他们自己来讲 我相信瑞士银行以及瑞士信托 现在他们自己的老板到了晚上的话 都是心里很不安的 因为这等于是把国本卖掉了 卖给美国 你这个简直是开玩笑 而且美国本身也没有特别感谢 没有感谢说瑞士为了我们 就牺牲掉他的信用 却会觉得说为了你道德的正义感 你可以不要信用 但是我必须坦白讲 你银行就是在商言商 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呢 对不对 干了这种事情 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点点 道德上微弱的气息 现在又突然之间又中立起来了 只能这样解释了 否则的话呢 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最明显的 就是陈志忠那个钱 好像存到瑞士去了 为什么放到瑞士 不放到台湾呢 就觉得瑞士的信用比台湾好 那现在讲起来的话都差不多 都是些商人 对不对 反正的话大家彼此之间的话 要放到这个钱的问题 但是我必须强调 以前我在比利时的时候 比利时有钱人都把钱放在卢森堡 卢森堡其实是一个小型的瑞士 卢森堡的话呢 人口只有35万人 就是有20万人从事银行业 有500多家银行 全世界的重要的钱都放在那边 卢森堡可能平均的个人所得 跟新加坡一样都是世界最高的 那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呢 大家会觉得很放心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守住你的信用的原则 那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不按照信用来讲 因为你的钱名字就叫信用 等于没有了信用等于就没有了钱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伤害非常大 对 但瑞士也是意思意思啦 才2.9亿瑞士法郎 对不对 俄罗斯在这边的资产 当然远远大于这个 因为你放弃信用这个影响太大 你在恢复信用的时候 要一点一点来 让人家时间拉长 慢慢重建信心 你懂吗 这个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可以重建的 那瑞士已经搞了上百年 现在说毁于旦夕之间 我跟你讲 从俄乌之间的冲突开始的话呢 我突然体会到一件事情 就我从小活到大 我很用功啊 都是在读书啊 我接受了很多的价值啊 体系啊 系统啊 发觉都假的 全是假的 被骗了 我没有被骗到啊 因为我没钱了 但是我基本上会觉得说 我花了我毕生的功夫 十几年在欧洲啊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跟那个街大使在聊的时候 他在当官的时候 我在当学生啊 对不对 那个感觉命运是完全不一样啊 事实上我本身也是很努力的认为说是 要追求知识 我现在唯一安慰自己的事情 就是说是 我80年代跟90年代待在欧洲嘛 我感觉到我认为发达国家 就应该有我在留学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人很重言诺啦 然后没有什么顾忌啊 谈到言论自由 我享受到了那个真正的高度文明的精致文化 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其实我认为这个真理还是真理 是没有变的啦 只是这些西方国家自己价值的一个崩坏嘛